詠琪說妳很早就開始自己開店 對 然後也不是都一隻鑽 說前面也有賠過 一路上雖然不順 但是後來有遇到貴人 對 應該說我最早以前 是差不多十八歲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在西門新樹開店 然後也開了滿多店 西門新樹也有開過 對 那時候不是大家都會去 國外帶東西 然後拿回來西門新樹這樣子 於是我就告訴我自己 不能只能去國外代購 就是你一定要做自己的品牌 那我就自己做了 我又很喜歡鞋子 所以我就去做了自己的鞋子 然後進了百貨公司 那百貨公司又玩很大 它是 比如說這個月的營業 它不會立馬給你 它一定是可能就是 一月的營業要到 可能到我想像 到三月多 三月中旬 最快喔 條件很多耶 對 然後那時候反正就是這樣 錢一直在壓... 那最後我倒的時候 其實我大概知道 我自己一定要倒過 對 我倒了快兩千萬 因為妳有員工 妳那時候幾歲 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倒的時候 好像二十出頭 叫人家 而且最後一次倒 是因為我的票過不了了 然後我就想慘了三點半 我過不了 一直溫習 那還好現在沒有票據發 那就那一張票跳了之後 我就已經知道這個洞 已經是補不起了 那我那時候 後面又再撐了 快四個月的原因是因為 我先叫我的員工 趕快先去找工作 反正至少他在 這段期間他趕快先去找工作 至少不要說他有空窗期這樣 然後我曾經有一度 就是兩千多萬 我記得好像兩千還快兩千出 我真的有點忘了 然後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那我就回了我媽媽家 那我記得隔天是法院 要來查封我媽的房子 對 因為我媽有拿房子 現在做抵押 那我就心裡 我覺得這是不良事犯 我要到現在 我要講不良事犯 人家說我裡面有事 這間住就沒價錢了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兩千多萬 我也沒有辦法還 對 那我就覺得 又牽托到我媽媽 於是我老實講 我就吃了類似 助眠劑的東西 那結果老天爺帶... 不帶走我可能覺得 我應該繼續留著 那時候人在要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體溫是一直在下降 然後我就看到我爺爺 那我爺爺就很生氣的 盯著我看這樣子 那我也知道自己 你說在夢境中看到你 對 夢境中 然後我也知道我自己是 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才二十多歲 那但是人就會壓力 想說是呀 我就是沒有辦法還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就我爸我媽都沒有罵過我 都沒有 然後等到就是法院員 來查封房子 我還有聽到聲音 那我就心裡想說 我現在應該是處於 到底是還留在人世間呢 還是透了另外一個空間 對 其實這人會有 恐乎猶疑之間 對 然後那時候 我的男朋友一直跟我講說 你趕快睡 然後我是這樣子 睜著眼睛 我在睡啦 我在睡 他們說很恐怖 真的 然後結果我起來之後 就開始吐血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爸... 吐血 對 吐血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爸跟我媽 不是離婚嗎 那我媽就很緊張 他就以為我中邪 就打電話就給我爸 他就說我感覺他怪怪的 然後起來過的人都生生 都怎麼跟他講話 他就是 就整個是很恍神的這樣 那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告訴我自己 好 我這一刻死不成 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再還起來 而且我一定要 再重新東山散起 就是人一定要有一個 很大的挫折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爸媽很好 就是他沒有罵我 從那一刻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 那我要開始來規劃 我要怎麼還款 那當然可以跟銀行講 那跟銀行講 當然他就是跟你講說 沒有收利息幹嘛 但是說起我比較難聽 理事的改叫都叫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開始從上班族 那那時候 有那種信用卡公司 就要辦信用卡 然後還有再幫 就是一些店家 辦那個刷卡機 那刷卡機 如果你有一定的營業額 其實業務員是可以抽的這樣 好 那我就開始 從上班族開始做 然後就開始就拉信用卡 因為我不能去銀行上班 因為我信用也有瑕疵 然後之後又 我覺得我還不錯是 人生當中就遇到了一些貴人 他就說 永期 我跟你講 你賺錢 你千萬 不可以全部都去還給銀行 如果你是跟情侶朋友借的 你先還情侶朋友 銀行你先慢慢貨這樣 我說 他說你身上 而且一定要留一點點錢 周轉 不是 他說你要做其他的投資 然後我遇到那時候 才有錢可以投資 對 他說你就慢慢的投資 要抓預算 對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就是 有遇到股市最不好的時候 我就在最低點的時候 我進去 的確就開始有慢慢賺錢 那我又回了我的本業 因為我以前 還沒有開店之前 就是有在拍廣告這樣子 那有跟一個化妝師姐姐 就學了一些化妝 她就說要不然這樣好了 你就是再重新回去拍廣告 那如果要拍攝的話 你就去幫我們化妝 就簡單 因為廣告有裝 就是會比較簡單 我就說好 然後就是去當展場的主持人 那就是就開始一直接工作 因為這個 畢竟還是比上班族薪水多 就是只要有通告 都接就對了 對 我曾經有這樣南北這樣跑 我就 都覺得把核心有沒有 把客運當作計程車在做 對 然後就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告訴我自己 有錢就賺 那我那時候我就說 有遇到過 她就說你有錢 就要趕快去投資 然後我是這樣慢慢的緩 然後最後有一天 我在拍廣告的時候 就遇到了一個經濟人 然後那個經濟人其實 是我十幾歲就認識 然後她就問我說 那妳有沒有興趣 要回來拍戲 那我心裡想拍戲 從小就很想拍戲 但是我說認真的 尤其是台語劇 然後我就說 我說這個 不會拍算這樣 那我就去拍了戲 那你說拍戲 很多人說 你們等著 只要說沒有 其實拍戲是賺不了錢的 但是 有名就有利 這一句話 那我也因為 我很感謝之前的電視台 就讓我去拍了八點檔 那大家就會認識妳的這個人 然後我那時候 又有很多二手衣 我就從開始做直播的時候 就先從我的二手衣開始賣 然後賣... 賣到時候 沒錢賣 要怎麼辦 我這個人又很愛出國 又很愛買東西 所以我就跑了韓國直播這樣子 跑去韓國 對 韓國現場直播帶貨這樣 對 是這樣 那也算首開先例吧 那時候 那時候 算滿早的 嚴格來講 我們是跑得算滿前面的 對 然後我也就是也很謝謝 就是前面的那一些經歷 才會有現在的我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 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書官方粉絲團 還好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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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事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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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講